那么我们在上次17号的作家活动中呢 已经与秦文军老师和迪安老师做过一次亲密的交流 如果上次您遗憾的错过了 或者还觉得不太过瘾的话 那么这次每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都会让您觉得大开眼界 脑洞大开而且大呼过瘾 那么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们是著名的作家苏培教授 一家女诗人蓝蓝老师欢迎 千分泰文学重要代表作家迪安老师欢迎 新代儿童文学的北大教授曹文轩老师欢迎 初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高春培的阿姨老师欢迎 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的徐泽诚老师欢迎 再次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那我们首先呢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博导曹文轩老师 曹老师呢他非常擅长写儿童文学 那么他有非常多的作品啊像草房子啊像这个我的儿子皮卡系列等等 那么其中的草房子呢已经累计印刷了三百次销售了销售过八百万册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那么据我所知这本小说呢是以曹老师本人童年的经历作为素材进行创作的 所以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曹老师的很多童年时期发生的事情 描写了一些已经远离我们的这个小学生活中 看似简单但是呢又不平凡的一些生活 那么他的这个我的儿子皮卡系列呢是以自己的儿子的为原型进行创作 所以曹老师真的是取材于生活 然后呢又用职于生活 那么我们想请曹老师跟我们谈一下 他是如何开启这个儿童文学的创作 那么另外您对这个 能不能给我们多讲一讲您这个草房子的这个故事 有请 好 大家儿生好 很高兴坐在这个地方 我简单的讲一讲 那么草房子这个长篇小说 从出版到今天 已经是310印刷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大概在这个时段里头 在中国还没有一本书有310印刷的记录 而且现在每年都是以80万册的速度在印刷 我为什么这么讲 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得到一个印象 好像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我告诉你们的是 这个书是在逐年逐年增加 这是一个畅销书发行的一个诡计 什么叫畅销书 我是这么定义的 就是在一年到两年里头 卖到大红大火 到第三年 就像一堆火开始熄灭了 这是畅销书 畅销书是开始的时候 并不过慢慢慢慢的增加 它才可能叫畅销书 所以我以为我写作的不是畅销书 是畅销书 我的所有的作品发现量度非常大 但是它的运动的轨迹 都是从低往高走 又走又高又走又高 那么我是这么想的 一个人的作品 如果要让它穿越时间 穿越空间 平手 只有一个东西 这就是艺术 也就是说 你写的必须是道道地地的文学作品 其他的都没有用 那么这一点 我从创作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这样坚持的 然后这些作品 这些年慢慢慢慢的往前走 它又认证了我当初的选择 也许是对的 那么另外我想说的一点 其实我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奥特文学作家 我非常高兴 其实是奥特文学这个称号 但是呢 我也要说 我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奥特文学作家 我只是写了小孩也能看的书 据我所了解 假如说草房子硬了三百次 其中有一百次 是被大人买走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每个人对文学的创作的追求 都不太一样 那么在中国 我对文学的道路 和其他的所有作家所走的道路 都不一样 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走的道路是对的 他走的道路是不对的 我只是告诉大家 就是我走的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 那么我的作品 大概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这就是它的审美的功能 我一直以为 美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么许多作家 可能追求的是思想的深刻 我知道 这不是我所调 我这个人深刻不起来 那么我就把美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走到哪儿都讲一个观点 我说美的力量 就不亚于思想的力量 甚至比思想的力量还要强大 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 我说一个人如果他想死 活得不耐烦了 要离开这个世界 中国人最擅长的地方 就是思想工作 你不是要死吗 我给你做思想工作 团支部做不通 团里做 党支部做不通 党里做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人还是要死的 可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假设 说这一天 这个想死的家伙 打开门 看到的是灿烂的太阳 蔚蓝的天空 而且是春天的太阳 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这个想死的家伙 他心得微微地动了一下 假如说能动 那么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 什么的力量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力量还不够 我们再给他加一个力量 说他眼前是一处山 这处山四个字可以形容 草色青青 那么这个想死的家伙 心得可能又微微地动了一下 如果觉得这个力量还不够 我们再给他加一点力量 说这个时候 从山头上走向一个小女孩来 这个小女孩 连眼目光清纯 天真无限 现在这个想死的人面前是一幅画 这幅画也许震恨到他 他决定 留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例子不合适 不可靠 我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你一定要认识他的可靠的 因为这个例子取自于 俄罗斯伟大的作家 托尔斯泰的战争和和平 看过来朋友 我不记得你还记得 不记得里头 有一个最经典的场面 这就是 安德利公爵 送上堂台战场照 当时 他的心情就是四个字 万念俱灰 为什么 因为他的俄国 已经被拿破了对法国转的 他的爱情 事业 所有的意气都破灭 现在又受伤他在战场上 所以他只有一个念头 这就是四 那么是什么力量 最终拯救了他 是什么力量 让他又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告诉主委 不是国家的概念 不是想到国家 我要为这个国家活下去 也不是民族的概念 更不是什么政治制度的概念 因为那个政治制度非常腐朽 杀黄俄国 那么到底是什么 是俄罗斯的天空 森林 草原 和河流 这就是中国的庄子 所讲的天地 是大人 是美的力量 让他又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我始终是这么看待的 所以 这么多年来的传状 在我的各种的维度里头 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别处 这就是审美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的写作 大概就是这样的 最近我有一部长篇小说 刚才介绍的 也介绍着青铜葵花 据我所知 它现在翻译成 俄文 德文 两个法文版 英格沃克公司 全一道是在刚刚出版 西班牙文 韩文 即将翻译的 还有日文 好多元 据我所知 以及我看到的那些报道 西方 也就是欧洲 那些国家 在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也看到的是 我这个作品里头的 那样一个东西 就是我刚才 讲的那个东西 所以它又从 另外一个渠道 向我证明 我的创作的选择 也许是对的 我最后说一句话 只要是写下去 那么我一定会 在我的文学作品里头 各种维度 非常和谐的 集合在一起 深刻的思晓 是我需要的 但这不是我所调 真的不是我所调 我就讲这些 谢谢你 谢谢曹老师 所以在曹老师的作品中 有特别多的 这个美的风景描写 那么曹老师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风景描写 其实是比较难的 那么怎么样把 这个风景描写 描写的特别的美 一定有什么样的一些跳门吗 好的 这个可能也是 在中国大概 我可能也是读一份的 因为在我看来 一个作家离开 风景描写 几乎是很难进行写作的 所以大家不管看我 任何一篇作品 都会有大量大量的风景描写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你去描写他 你去描写他的时候 有个不屑的风景 那么这个人所有的行为 都是没有理由的 你今天的心情好 难道与今天的天空没有关系吗 他在说你今天的心情不好 难道你与今天的天空没有关系吗 我曾经有过一个硕士研究生 他学的是文学串着和研究方向 他最后做了一篇小说 是以小说来带这个论文 小说写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他就给我看 看的时候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的女主人公 你的主人公 最后的人生动物 是在那个过山车上完成的 难道他当时没有看到旋转的天空 和不停的下河岛去的树木吗 我说你为什么不写 我说你拿回去 至少给我加上七八段风景描写 我说只有这样你的人物 才能得到解释 那个学生特别有灵气 他就把我的 把他的作品拿回去 然后至少加了十段 非常棒 非常棒的风景描写 在拿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作品 大大的提高了一步 所以风景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在北京大学 讲小说的艺术 有四个小时 是专门讲风景 与小说写作之间的关系的 非常遗憾的是 现在的作家 已经不怎么写风景描写了 他们怎么考虑的 这我不知道 反正我还是找到 一个比较古典的 那一个传统 风景描写对我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 谢谢曹老师 好 那下面呢 向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的这个散文作家 苏奎老师 那么喜欢苏奎老师呢 一个是因为 他是我的老乡 山东人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散文随笔 那么苏老师的散文随笔呢 写的是这个淡雅清理 那么就像他的气质一样 那么他出版了很多书 一个呢是这个若吉若离 咖啡凉了 爵士乐 行囊里的记忆 旅欧随笔 还有他的一部新的散文集 叫另一天另一个地方 那么从这些散文集的名字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透了一些浓浓的一些诗意 特别是他的这个新的作品 另一天另一个地方 当我翻开他的目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这样的这样的片名 比如说耶路撒冷 你的名字就在我唇边 在布格布拉格睁着眼睛走在梦里 爱情海上的天堂 在雅典触摸遥远的过往 那么从这些目录中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部关于旅行的书 但是当你细气读下去 你会发现 这也是一部关于文化历史和艺术的书 那么苏老师在旅行的过程中 把他目睹到的 把他思索到的一些碎片呢 融到了这部书里边 来反映他读到的一些思考和感触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请苏老师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喜欢的章节 以及他在旅途中的一些心灵故事 谢谢 谢谢大家 很高兴在纽约跟这么多朋友见面 我想在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之前 先允许我感谢中途公司 我是一个外省的作家 外省意味着边缘化 我是一个写散文的作家 散文作家意味着小众 我写的写作的内容 也不是描写我们这个时代 滚滚前进的洪流 所以我也是一个非主流的作家 我觉得中途公司这次 能够带我这样一个 边缘的小众的非主流的作家 来到纽约书展 我很感谢这样一个机会 借此机会呢 我也能认识今天来的这么多的朋友 今天是周末 你们还能因为文学来到这里 我觉得很感动 第二点呢 其实我很期待这次来 能够向在座的各位作家 学到更多的东西 但是这次来到纽约 其实我是第一次有机会 近距离的听他们来讲 所以我想我尽量的少讲 我要听他们多讲 也希望大家听他们多讲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的写作 比起他们来 还有很大的很大的差距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顺着主持人所提问的问题 来讲一下 那么 我一直 从我开始写作 一直是写三文 这个时代呢 变得越来越快 我们在座的大多数的朋友 都是年轻人 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发生着 多么快的 多么剧烈的变化 整个的社会 已经像一个杀不住车的 过山车一样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裹挟着 在这样一个洪流当中 好像你不飞速地往前冲 你就要掉下去 掉到过山车下面 可是我在内心当中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是一个特别像自由的 一个有些任性的 我一直觉得呢 我从内心在跟这个时代 有点作对 我觉得人活着 除了我们现在所讲的成功学 国内在机场呢 在高铁火车站呢 在所有人多的地方 我们看卖的那些书 都不是在座的这些 这些我心目中敬仰的这些作家的书 那些书都是甚至用电视在那里 大声地在那里讲 讲告诉你 怎么才能快速地成功 怎么才能快速地赚钱 好像只有赚了钱 或者成了大名 出了大名 那你才叫成功 我内心觉得 一个人成为人 或者文学 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学 并不是一定要跟着这个 过山车这个洪流 滚滚向前的 我内心有一种力量 我一直在坚持 就是我想慢 我想沉下来 写作 起初就是我个人 一种沉浅的一个机会 我喜欢写 然后 我觉得 我对所有的读者 喜欢我书的读者 我对他们都充满了感激 因为我写的东西 是那么边缘 那么小众 还有人喜欢 我觉得就很荣幸 因为 会有很多的读者 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他们根本不认识我 从中国的四面八方 他们联系到我 他们告诉我 他们怎么样喜欢书中的章节 其实写过去以后 我自己也不记得那些章节 是什么样子了 但是还有人喜欢 那么我就觉得很安慰 还有人 内心是沉浸的 想静下来 而且我刚才听曹老师讲 我也很 我也很认同 就是 我的写作业 也是非常美美的 我也觉得 深刻也不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我觉得我可能更追求 每个人个体的内心的感受 那么我的写作呢 散文 大多数的篇章和大多数的散文集 都跟旅行有关 但是旅行 过去大家理解写游记 就是会写当地的风景景物 我的游记呢 恰恰相反 很少去描写当地的景物 因为中国人现在富起来了 我很喜欢旅行 我已经去过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欧洲我去了几十次 甚至特别是 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 我旅行到一些很小的村庄里面 我会在一个很小的村子里住下来 那么我就很关注 与这个地方相关的故事 因为我自己也是作家 我也很喜欢阅读 那么刚才主持人说 让我分享新书中的片段 我也记不得什么片段了 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一篇 在伊斯坦布尔寻找阿加沙 我想去伊斯坦布尔 来自于我对阿加沙克里斯蒂的痴迷 他是一个制造迷面的人 他一生写了几十部的悬疑小说 都是特别受欢迎的 好像在196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个统计 他的书已经超过了圣经的印刷的量 在当时 那后来我就是偶然在阅读的时候 我发现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失踪了 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那一个制造迷面的人 他本身变成了一个迷 然后我又知道 他在伊斯坦布尔写了 东方快车谋杀案 我知道了那个酒店的名字 然后我就去到伊斯坦布尔 放弃了所有的 就是大家都要去看的那个重要的景点 我就 我就先去找这个 这个酒店 然后在这个酒店里面 我就 通过询问找到了阿加沙克里斯蒂曾经在那里写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那间房间 那个房间呢 现在已经被酒店改造成了一个阿加沙克里斯蒂的小型的博物馆 但是如果你不问他的话 他是不开放的 只有你在前台你迅问到他 他才给你打开 你可以进去看 然后你坐在那里 他那个房间的梁台刚好跪着 我的邮寄跟传统的邮寄 根本的不同就在于 我放弃了对景物的描写 因为大家都富起来了 走到世界各地到处 特别是在大城市里 伦敦 巴黎 纽约 满大街都是中国人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但是呢 我可以通过 描写一个地方 再给大家 讲述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一些 我所欣赏的作家或者艺术家 与他们有关的故事 跟这个地方相关的故事 那么这是 我写作的一个特点 但是 我觉得 我最惭愧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觉得我还不够用功 不够努力 这次来到纽约 跟这么多杰出的作家在一起 我觉得中途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觉得我很感谢 就是 我想我应该更努力 更勤奋 写的 写更多的东西 献给读者 总之我是来学习的 多听大家讲吧 谢谢苏老师 感受到旅行已经不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内容 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以后我们在出去旅行的时候 也可以试着按照这个苏老师的这样一种方式去尝试一下 看看我们在旅行中能够发现什么 这个击中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 那么下面一位我们要介绍的这个重量级嘉宾呢 是先锋文学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 黎尔老师 黎尔老师呢 现在是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的副主任 那么也是《莽远》杂志的副主编 黎尔老师现在呢 这个有很多的代表作 一个呢是饶舌的哑巴 《遗忘》《夜游图书馆》《花腔》《石流树上结樱桃》 那么单从这书名上你就知道 黎尔老师一定是一位有创造性 有反叛性 而且不走寻常路的作家 那么不可不提的两部小说 一部呢就是这个《花腔》 那么《花腔》在2003年获得第一届 顶军双年文学奖 那么是余莫言老师的谭香行呢 共分享此殊荣的 那么也被评为从1979年到2009年 中国诗家长篇小说之一 那么也被评论界认为呢 是先锋文学的正果 那么第二篇长篇立作呢 就是这个《石流树上结樱桃》 那么这个作品呢 也已经改编成电影了 那么李老师呢就把他的笔触啊 伸向了这个神秘的乡村权利场合 有中国特色农村计划生育工作 所以呢这部小说一经发表呢 就大受轰动 而且还得到很多外媒的一些赞誉 那么我们知道在2008年10月 德国总理这个默克尔访问中国的时候 他把一本德文版的这个 这个石流树上结樱桃 作为礼物送给了我们的总理温家宝 那么而且还点名了要会晤李尔老师 所以今天呢 我们很有幸请到李尔老师呢 就想听李尔老师跟我们谈一谈 这段文学界的这个 这个艺文趣事啊 给我们讲述一下背后的故事 好 有请李尔老师 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 写的是一个中国农村的一个女村长的故事 很多人都认为我的一个 我小的写的是不错的啊 但是很多人认为我不会写女人 那我就写了这个一个女村长 写完之后 他们说不算不算不算 我想这个农村的女人也是女人啊 怎么不算呢 结果他找到知音了 这个知音就是默克尔 默克尔从这个一个中国的农村妇女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一个 哈哈哈哈 因为他写的是一个村长嘛 也有选举啊 选举啊什么的 嗯嗯 他竞选村长跟默克尔竞选总理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一样的 呃 我想起了一次我在德国的时候 看到那个公共信息人代表上 到处贴着那个默克尔的那个照片 我就问德国的知识分子 我说这个人有默克尔的照片 还有另外一个照片 默克尔第一次干中文学的时候 我说你们支持谁啊 他们就指着另外一个人 他说我们支持这个人 我说好啊 我说我知道谁是中文的 那谁啊 我说默克尔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凡是知识分子反对的 老百姓就用 哈哈哈哈 哎 后来就是默克尔 默克尔就当了中文啊 他们对我的判断还是感到很知情 但是我还不知道默克尔是谁 我不知道 结果很多年之后 我现在跟默克尔见了一面 很多年之后 呃 其实我别人见他 哈哈哈哈 这是我别人他 他第一次来就是要要要要见 这有年来的第一次见 要见 我找个理由退掉了 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是要见 要见的时候 我就感到很不礼貌 是吧 我是在退度不礼貌 然后当时我都 我还在河南 我从河南来到北京 跟他见了一面 这样的 呃 见面的情景 哈哈哈哈 就是首先是个女人 哈哈哈哈 首先是个女人 然后我还记得一个动静 就是他跟他 他动静一看就是个女人 所以就他那个裤子上 那裤子上有一个白点 白点 白点 白点的时候 然后他跟你说话的时候 他就叫 我哪里把穿起 像我困烂的 也无所谓 他就白点到说话的时候 他就要打手势 打了手势之后 他就手啊 赶快把他捂 哈哈哈哈 然后赶快不干 这个动静一看 这个动静一看 他就是个女人了 就是说他不太在意对个人 而且他跟我见面的时候 他就直接 奔过去的 上去抓一个衣领了 就说给你 把衣领给你 整一下 这个 那这当然这是西方政治家 他要 他要跟那个 跟选民之间 保持那个 保持亲密行销的动静 你这边不准 他追过这边不准 他又过于注入自己的 一般不准 哈哈哈哈 然后就是他 当然他也问一些问题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 其中有些问题 是政治家的问题 有些问题 我不以回答的 我就告诉他 我说 你是出身于东德 所以 你肯定比我还知道答案 然后他就会 脸上就会显出 鬼秘的笑容 他想到有些话 从我嘴里说出 我怎么可能会上当 这就是见面的一个事情 李老师非常的风趣 非常有意思 那李老师 能不能再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花枪这部作品呢 花枪 花枪这个 我 然后很遗憾 就是我本来以为这次 我之所以答应来到美国 是因为我觉得这部书 在纽约书展之前要出版的 英文版要出版的 结果被美国的议者热害了 然后这个美国的议者呢 现在已经翻译四年了 还没有翻译我 然后在伦敦书展的时候 在伦敦书展之前一定要出版 结果还没有出版 他脱了 然后又告诉我在 二零一五年 春天 肯定我出版 结果到现在 书稿还没交 出版社涨不上他 我也涨不上他 带经纪人涨不上他 这个我是怒火中烧 我想这个人都知道 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不守 不守这个 不守这个 不大进入合同 我单知道中国人不准备合同 我不知道美国人也不准备合同 所以这次来 然后那个很多人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书 就没没办法 没办法跟大家交流 所以这次我成为一个最悠闲的人 最悠闲的人 因为这个书没有出版 这个书 那当时说出版了 现在没出版 我相信这个书出版之后 然后美国的一些朋友 也感兴趣 因为知道 我知道美国几个高校的 中文就是汉油专业 他们已经看过这部转型的 几次研讨会了 几次研讨会了 他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 在 我打个比方 有人认为我这本书写的是曲秋白 曲秋白知道吗 曲秋白 写的是原来一共产党的一个领袖 写曲秋白 其实这本书可以这么看 就是说 曲秋白死于1934年 但是我这本书实际上是从1934年开始写起的 也就是说我做了个假设 如果曲秋白不死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 也就是说这本书写的是 我让曲秋白从1934年活到了1943年 写的是1934年到1943年的曲秋白 就是我做的是这本书写的 那么我们知道曲秋白他 他跟俄国的关系啊 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现在知识分子他非常非常复杂 中国目前的所有的情况 所有的所有的问题 都跟这个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有关 包括从美国回来的 从德国过来的 从日本过来的 从俄国过来的 就是整个中国现代史啊 整个中国现代革命 这个革命史 实际上是被这帮从国外回来的 受过欧美教育的知识分子所控制的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出来了来的 所以当美国只在中国的时候 实际上是很多知识分子从美国过去的 出来了 讲解时 讲解时手下很多人是从美国过去的 老毛手下的那帮人 从老毛之外 别的都是从不外国的 从不外国的 那么 我的想说处理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发现了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介绍我们著名的女诗人蓝蓝老师 因为对我来言呢 我觉得这个诗歌呀 是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境界最高的 因为要在那么短小的篇幅里 写入你的这个思想 你的情感 你的意象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蓝蓝老师呢 从14岁开始就开始发表这个文学作品 那么到现在 已经出版了九部中文诗集 包括这个《睡梦睡梦》 诗篇 还有这个蓝蓝诗选 那么也被誉为 这个中国新世纪的石家语诗人 那么另外呢 他有一些散文作品呢 也值得关注 像滴水的书卷 也有一张脸 我是另一顿人等等 那么蓝蓝老师作为诗人 那么他与这个希腊呢 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他在诗歌创作中呢 一直致力于寻找 这个东西方文明的一些 共同的创造性的一些精神因素 那么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知道 希腊呢 是西方史诗和抒情诗的发源地 那么在2014年呢 蓝蓝老师还被这个 希腊诗人河马的故乡 西奥斯市授予了荣誉市民的称号 所以我们就请蓝蓝老师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与希腊的这个不解之缘 聊一聊他的诗集 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家后边住的有几个知青 上海知青 北京知青 郑州的知青都有 反正他们下乡之后呢 就是先到县城里当工人 然后那个76年77年 然后就又考回到他们的城市啊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他们还是这个在工厂里当工人 这个期间 完了我看的 第一个外国文学作品 就是《古希腊的文化神话》 就是一个上海之星宋友们 那么 我就觉得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了解 都赶不上我对古希腊的了解 完了后来就有一个机会 我去了希腊 然后这个联系就开始了 我写过很多关于希腊的诗 就是到希腊参加过书展 然后也参加过他们的首届的雅典 国际时刻节 然后呢 有参加过他们的国际河马年会 然后他们有两个岛 一个是河马的故乡 萧斯岛 还有一个是伊尔斯斯岛 两个岛的市长 给了我一个容易市民的称号 我感到非常容易 因为我自己的故乡 我出生的那个村庄 在烟台 一个小村庄 但是这个地方现在没有了 这个地方在2010年的时候 已经就是 他的帐牌村名全部消失了 这个村庄被拆迁了 回去我也找不到这个村庄了 所以两个年之后 希腊人就给你一个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 这就是你故乡 我还是挺感动的 也很感慨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那是有河马 有萨佛 这样两个西方文学的源头 我们跟他们结缘 我觉得也是 一个让我很高兴的事 我自己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 我自己也没什么故事 就是这样 其他的 您的那本诗集 就是是一本这个诗的合集 是吗 从这里到这里 它就是一本诗集 这个关于诗集 刚才 我相信在座的 每一位作家的 出版发行的书 都比我多 都比我多 我在国内的诗集 每一本的 发行量大概就是三天左右 然后我发行量最大的一本诗集 就是在美国印发的 中英文双语的诗集 我觉得我在 但是中国很多诗人都是这样 就是他的诗歌的发行量 不是太大的 当然也有那个 这个一愣的发行很多万的 就是 我达不到人家那个水平 我都摔摔的比较少 但是这个也没关系 我也不在乎 就是我觉得写诗这个事 我觉得挺好玩的 大概将近二十年前 莉尔我们俩是同事 他有一天跟我说 他说 来来 别写诗了 写小说吧 我说写小说有什么好 他说你看写小说 我第一张 这个人怎么样 我让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第二张 我想让他死 他就死了 第三张 我一写他就活了 这更有意思啊 然后我就说 哎呀 我说 我写诗 我写了第一句 我不知道第二句在哪 我写了前面两个词 后面两句在哪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写诗都有意思啊 反正写诗的人都知道 我相信他们也认可我这种感受啊 就是 诗歌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嗯 熟悉这个世界大战史的人 大家也知道 就是 莫斯科保卫站的时候 每天都有大量的卡车 拉着那个城里 饿死的人 这个受伤感染的人 就是后来也死的 然后就是 病死的人等等 乘卡车 乘卡车的往那个城外拉 然后埋葬 嗯 就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 当时国外的一个很有名的记者 去那采访他们 就是 俄罗斯的侍女 他们说 我们没有弹药 我们没有粮食 我们 也没有这个 就是 药品 可是 我们有 普希金 啊 那么我想 这个 习专有句话 他说 诗歌是给一个国家加分的 这样的一个 艺术 前两天 那个 也是一个 在 好像就在你们孔院 有一个 也是这么一个对谈会 有人就给 这个 刘志明老师 就提了一个问题 说 比较国家形象 建设国家形象 这样一个问题 当时 刘志明老师就说 清朝的国家形象 就是林黛玉和贾广玉 林黛玉是女诗 十几岁是女诗 那么 唐 唐朝的 国家形象 我想就是 礼拜斗福 诗歌是给 国家形象 加分的 绝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存在 我自己的那个 从这里到这里 写的大概就是 因为我父母在河南 我自己住在北京 我就坐火车 来来回回 一个大都市 和一个全国的产粮大省 大部分都是农村的 一片一片的田地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我觉得是 但是 不管是从郑州到北京 是从北京到郑州 都是从这里到这里 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国 我这个书记写的就是 自己一种非常复杂的感受 大概就没写了 我觉得是好说 谢谢 谢谢林黛玉 我经历呢 也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他以前呢 是毕业于江西省公安专科学校 那么同事过警察 编辑等职业 那么后来呢 又从事了这个自由写作 所以呢 他不是一位科班出身 但是呢 他现在的这个 发表的这个小说啊 都非常的有影响 比如说 《灰故事》 《鸟看见我了》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还有这个小说 《完美罪行》等等 那么他也入选人民文学 未来大家 Top 20 还有联合文学 20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 那么非常著名的这个 诗人北岛呢 对阿姨老师给予了很大 很高的一个评价 他说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 阿姨是近年来最优秀的 汉语小说家之一 他对写作有着 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 就这一点而言 大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 那不知道这个阿姨老师 对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阿姨老师呢 以前做过警察 所以呢 他对底层人物的描写呢 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那他喜欢称自己是一个 讲述犯罪故事的作家 而不是侦探惊险小说家 那么他对这个罪犯的心理 非常的有兴趣 那么也请阿姨老师 跟我们谈一下这个 罪犯的心理是怎么样的 好有请阿姨老师 谢谢 说到白老老师 就是一个心目中的 知识分子的形象 就是梦想中的诗人的形象 也是那样的 就是戴一副眼镜 非常销瘦 个子非常高 穿着很干净的衬衣 很多年他的这种形象 我都觉得都是很符合这种 国外 我的国外是没想象也是差不多这样 我在很早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发表机会 和很多人一样 就是投稿投投了就没什么回应 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向我推荐北岛 我就把我推荐给北岛 是在于那个北岛问他 那个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人 后来北岛老师在给我写邮件的时候 每次都会问这些问题 你最近看到有什么写得很好的年轻人 没有 当时他也是这么问另外一个人 可惜我跟那个人后来还交 就是关系还不好 他就推荐我了 然后北岛老师就看了一下 那个我在今天论坛的文章 然后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那个电话就好像就是有一个人 把那个文学的门就给你拉开了 他就 他其实当时说的话就让我很受苦 他说你不要骄傲 这句话基本上就肯定了你目前的成就 然后 我后来 他就在今天杂志上给我发表了一个小专辑 就是把我当时的 四五个短篇小说发了一组 请李图老师给我写那个小专辑的序 李图老师很不欣赏 我就 就 就直可不提 就是说年轻人要多多多怎么样 我们给你年轻人机会 给更多的像阿姨这样的机会 直可不提我的文字 现在也是这样 但是北斗老师很喜欢我 后来我的书出版 因为那个 我是一个太彻底的新人 然后没有人认识我 然后那个 当时的B&G就自定了两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跟我说要把我的小说 在当当网 卖的时候 回备到那个悬疑小说里 和东野龟舞他们放在一个里面卖 然后因为这个确实那个销量上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上妖风 然后说你不是认识北斗老师吗 你给他写信 让他给你写个妖风 然后我就给北斗老师写了一个起码有两千次的信 大谈自己的惭愧 最后同一手间就说 北斗老师 我要出书 你必须给我写一句 他就很快就写了 就我日读范围所及 你是什么最优秀的之一 非常符合商业的要求 然后从此这个话到现在 基本上就像一个公章一样盖在我的名字下面 到现在我每次出书的时候 不是封面就是封底 都有这句话 因为他屡事不少 总之我非常感谢北斗老师 因为生命中我遇见了很多贵人 就是没有他们突然跟你出手相助的话 比如说罗友浩 他完全是文坛外面的人 他突然他就说你是一个非著名的那个著名作家 非著名的什么什么作家 史上最牛逼的非著名作家 就这么给你一顿狂轰 那个 就跟老鲁丁广告一样的 打了再用我 后来是 人民文学的那个 你知道那个 靖泽老师 后来就 碰到欧宁老师 又碰到欧宁老师给我接受了 那个伦敦大学朱利亚老师 很多 发现就是 就跟高求一样的 他 这个人宰相不要 皇帝也不要 就是这个官不要 那个官也不要 最后给了皇帝就发达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 观察 观察因为在派出所 我们派出所没什么案子 然后 但是我们都喜欢审问 审问的时候 我们就盯着对方看 然后 因为 就像你说的 阿加萨克里斯蒂业 因为我们 有一个验证的机会 我们首先问 这个事是不是你干的 其实我们心里也在 在揣摩他是不是干的 到最后的时候 有时候左以殴打 这个事情 有时候就他承认了 有时候确实不是他 那么我们就有验证这个机会 最后往往还是蛮整的 我给他讲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段障 如果一个男生 这是一个书上看来的 我在书上看的这种破案的行为 我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如果一个男生不停的拿一只手 插鼻子 那么他这种神经质的行为 可能意味着他是一个手引犯 因为他在不停地闻自己这个味道 是不是还在手上 他有担心 所以这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侦破 如果你看到男生 老是摸鼻子 可能是单身犯很久的 那么他就是一个性格也很忧郁的人 打手枪 谢谢 作家的计划是吧 那么您也是比较早的 是是第一个吗 还是比较早的 是成为其中的这个铸店作家 那么您一般都做些什么呢 那么这个铸店计划 对您的这个写作 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许志远先生 他在单向纪纪 他推出了一个 最开始叫铸店计划 这个铸店计划里面 包括导演 包括雕塑加设计师 颜有诗人 到最后呢 是恰恰到我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写小说的 然后那个 那一天去了 那一天就是 也是这样 就是做了一场活动 然后那天去了一个 北京追报的一个记者 然后他非常善于 这个炒作新闻 我不说炒作新闻点 不能说炒作抓新闻点 他就看到我是第一个写手说的 所以说阿姨成为国内首位铸店作家 打这个名号 然后就拿去报导了 然后一下那个全国的都来觉得是个新鲜事 都来报导 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新鲜事 我先讲一下一个好玩的 就是那个后来那个没跟上的那个报纸 他已经错过了这个首位铸店作家 他就讲一个铸店作家在书店卖自己的书不纯粹 又做了一篇稿子 其实那个 那个说我在那个单向街推销自己的书 那个是很扯淡的 就是因为我去那做活动 就是每个到书店做活动的时候 店主都会把作者相关的书都摆在那儿 因为这样是那个写的这个作家还是有有书可卖的 不是作家自己那个要这样后也无耻 但我不喜欢争辩什么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 你住店作家我就讲有几个特征 就是没有钱 然后你住的话 名义上要住半个月 实际上你只住两个礼拜的双生日就行了 最后做个四场活动 但是对我这种病人来说还是计算叙叙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个 怎么说就是一个广告一样的 但是我非常欣赏他们书店做的这个 因为他正是因为他请了贾张科 像那个杜可峰 像最烂的就像我这种 然后去那做住店那个艺术家作家以后 他就有可能成为像巴黎左岸那样 一个成为一个大家都去围观的一个现象 如果有一天就是就像那个像莫言老师这种级别 尼尔老师这种级别的 尼尔老师在住店默克尔去探访 这个整个这个这个文化气氛就成了 也许大家周末就会去开着私家社去华夏天的 单身节去那看书喝咖啡等待某一位 那个跨格链的中国文化名人 就是很可能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那天那个有一个活动叫 读者来探访作家那个 最后我等了两天等了一个粉丝 那个他含情漠漠的看着我 最后说阿姨老师 我给你一篇我写的稿子 请你批评指振一下 就怀着那个目的来的 但是总体我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就是后来梁洪老师也去了 就高红满座就去了很多人 像李尔老师也去了那个 听说梁洪老师去的书店 就去了那儿去了 现在关中席后来上了主席 他跟他一起做活动 整体是这样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北京的话 就去一下单身节 那个叫化雕地的那个店 就在设客院那儿非常好 还有猫 还有猫 我们是梁洪老师 谢谢 我们如果坐在中文学的时候 一定要去那儿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介绍最后一位作家 徐泽琛老师呢 是被誉为这个中国七零后作家的光荣 那么也是这个老手文学奖史上 最年轻的获奖者 那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供置于人民文学杂志社 那么他有这个跑步穿过中关村 居延 古斯特城堡 通往乌托邦的旅程 耶路撒冷等著作 那么其中呢 他的这个耶路撒冷这本书呢 是被亚洲周刊评为2014年度十大小说的第一名 而且被誉为是七零后群体的小史诗 那么一开始当我得知这本书名的时候 当我得知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啊 他是这个一个宗教圣地 犹太教啊 基督教 伊斯兰教等等 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讨论宗教 这个谎西方的故事 结果呢 他是一个写一群小城青年 然后一帮离乡的七零后 那么他们离开家乡 然后又回归家乡 然后又离开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实际上是谈到了这个乡愁 所以呢 我们请这个许老师 跟我们聊一聊 为什么要以这个耶路撒冷 来做这个小说的这个名字 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那么您又怎么看待这个七零后和相仇的关系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又来了 上一场活动就在这月 我也不知道没办法两场活动 可能这月觉得我还年轻 身体比较好 说一下那个耶路撒冷 这个小说很多人都觉得 它可能是一个写宗教的 宗教题材的小说 所以在评一些官方的奖项的时候 比如说中宣部的 中宣部领导看 这本书好像是跟宗教有关系 然后评委说没关系 写的不是宗教 另一道说那不行 容易让人想到宗教 所以这本书就拿下来 但是这本书很多人觉得名字起得好 很多人就冲着这个名字买了这本书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 重演这个题目 扮演这个题目 这个小说最早 它就是一个题目 我写小说有这么一个习惯 就是很多小说都是先有题目 有这个题目 我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 正走路的时候突然想起来 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没觉得特别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我也说不清楚 我就会回家把它写下来 贴在书桌之前 这一个书架上 没事就盯着那个看 因为作家经常会 有发呆的这个特权 就盯着那个看 你会把这个字 这个词 这个句子 看得越来越丰富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汉字 它是有颜色的 有味道的 你盯着这个字看久了以后 你总把这个词 句子 它的内涵和外言 慢慢都给看出来 你说它具体说什么 我还真说不清楚 但是我能感觉得到 就像一个建筑似的 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 每一个段语 它是有阴影的 当太阳过来 它会有阴影 你能感觉到 这样的一个题目 它的阴影有多大 而对于我来说 假如说一个小说里面 故事是一座建筑的话 那么 故事之外的那部分东西 就是小说你要表达的那部分东西 就是故事的阴影 所以说小说它不是故事 而是故事的阴影的那部分 所以我就盯着这个题目看 直到我看出来这个阴影 直到尽我最大的努力 看出了它最大的阴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题目 我可能会写 然后有一天 我可能会突然 想到一个故事 或者看到一个故事 看到一个细节 脑子一亮 让这个故事 跟这个题目之间结上头了 好 一个小说 就可以了 这是我写小说的一般的方式 所以我写小说 一般都是先有题目 再有故事 而且 题目一般不会变 很少说这个故事 写到一半的时候 说题目不对 我要换个题目 或者小说写完了 换个题目 几乎没有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最早知道一路撒冷 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这样的四个汉字 阴意外然的四个汉字 它的感觉特别的独特 我想在座的朋友 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 你会莫名其妙的喜欢写词 觉得这个词就是特别有意思 你根本甚至你根本不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你也觉得它特别有意思 这个词很多年前我就知道 然后后来 我就觉得 我应该用这样的词 写一个小说 现在我说了以后 当然后来我慢慢也知道 这个词大家都知道 是以色列的一个城市 是一个三教的圣城 基督教 天主教 那个伊斯兰教 还有那个犹太教 它的一个圣地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它应该跟宗教有关系 但事实上 我查了一下资料 每年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 真正的信徒 就是这个三大教的教徒 教仲 倒不是 占了绝大道书 绝大道书反而是一般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就是普通的人 那么这部分人去耶路撒冷干什么 它肯定跟耶路撒冷有关系 但是它又不是冲着宗教去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耶路撒冷 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性的符号 它其实还是一个信仰性 一个精神性的一个符号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 很神圣 很纯粹 很清洁 所以我去 即使我是一个无知论者 或者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你到了那个地方 你都能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我们的内心中一定存在某一个东西 它可能是像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也可能是一件事 可能是一首歌 一本书 你觉得你跟这个东西产生关系了以后 它能解决你的一些问题 说俗一点就是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理想 这个东西对大家很重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说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里面 都有一个耶路撒冷 这个耶路撒冷 它不是宗教意义上 而是信仰意义上的 宗教和信仰它是完全两回事 因为宗教是一种集体性的 有一定的制度 要服务地应得的利益的这样的一种集体的一个信仰 而信仰 个体的信仰 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个人化的 你比如说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就相信他 我就去做他 那么这就是你的信仰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 一个商人他要赚钱 我觉得这都没什么错 你说一个商人他不赚钱 让他去做手术 他肯定不是 一个作家 你的信仰就是把作品给写好 写出好作品 尽你最大努力写出好作品 也就是说可能对我来说 我的心目中的一个耶路撒冷 这个意义上可能就是写出一个非常好作品 大家都喜欢 我自己也满意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所以我用了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是希望他能够泛化 跟信仰有一定关系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信仰这个东西 而且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 他是跟1970年代出生的 这类伙人有关系 这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上一场讨论的时候 说到一个代际的问题 很多的老师根本不赞成 可能批人家都不赞成代际的 这样一个划分 好像说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文学 我们看诗经 看河马 看淡丁 看托尔斯带 看超越青 我们都能看得懂 这么多年 文学有一些共通的 通约的 谁都能知道的 那么所谓说人性的东西 这个我承认 文学的确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但文学它同样还存在一些 共同的东西 假如说文学是一个分数的话 共同的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分子 而一个作家 表现出来的一些独特的东西 或者跟他一个时代 跟他个人相关系的东西 能够区别于其他作家的 独特的那种东西 可能是一个分母 文学只有分子是不成立的 它必须有分母 只有有了分母以后 文学 作家 一代一代的人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文学 才能够区别出来 你区别出来 你才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说一个中国作家 写的跟美国作家 写的一模一样 即使你写的跟美国 比如说菲博罗斯 比如说唐德里罗 比如说E.L.托罗 这样的作家写的一样好 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看菲博罗斯就行了 我看唐德里罗就可以了 我看托特罗特罗也可以了 我为什么要你看你 你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说一个作家 你存在的必要 固然在于你提供了一个 大家能够通约的一个分子 更在于你在提供这个分子之外 有一个独特的分母 这个分母体现了你自己的特点 有你自身的气味 有你的气息 有你跟这个时代的一个关系 有你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对作家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说一个作家 跟另外一个作家有区别 那么一代作家 肯定跟另外一个作家 也会有区别 也就是说 两个作家之间的分母是不同的 两代作家之间的分母 也可能是不同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代际 在这个问题上 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它可以 我们把一个个案放大以后 可以把某些东西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看到 有唐诗 有宋词 有原曲 有明经小说 如果是按照那样的理解 有唐诗就行了 为什么会出现宋词 为什么突然明经小说 文学之间产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在于 我觉得到了宋朝的时候 可能大家觉得 一个文学的样式 跟这个时候社会息息相关的 一个文学的样式 作为诗 这样一种格律的严格的评测 这样一种形式 可能已经不太方便 或者说不太能够 进入仁义的表达 我们所感觉到的 那样的宋朝的生活 到了原曲 这个实名社会发达了以后 有那么多的勾来瓦斯 我们要更自由的 能够适合演出 能够适合唱的那样的一种语 文学形式 那么出现了原曲 到了明经其实也是 实名社会发达了以后 印刷也发达了 出现了那么长的小说 我们根本没法想象 在先其两汉 在我们使用竹简的时候 出现红楼梦 大家想想怎么可能 用竹简写红楼梦 它得用多少竹简 所以我觉得 一个文学发生变化 肯定跟这个时代 有极大的关系 如果这样看 我们就知道 其实还是有一种殆计 问题就在于 这个殆计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上的殆计 是不是就是严格的十年 或者二十年 不是这样 但是它肯定有一定的区别 我把这个小说 局限在1970年代 这帮人一个是 因为我就是 我1978年出生 我就是在这个年龄段里面 我想表达我再一代人 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 我想身处其中 我看的应该比别人看的 很清楚一些 而且我也认为 这个一代人 它的确经历了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 这个历史时期 大家都知道 1970年 是文革结束以后 文革马上要结束 到了76年结束 然后紧接着 就是改革开放 这一个三四十年的时间 对中国发生的变化 是极其极其的距离 这种转型 所谓的转型期 这个转型期 对这一代人的影响 肯定会很大 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你要强调 这一代人的影响 一个五十年代的作家 一个六十年的作家 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时代 那我们为什么 你要强调你自身的变化 我觉得你经历 成长于这个时期 跟你经历这个时期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 即使我们同在 2015年5月30号 莫言看这个世界 黎尔看这个世界 跟我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是不同的 肯定是不同的 我们带着自己的 一个背景 带着自己的一个眼光 去看待这个世界 一个杯子 一只杯子 好像就是一只杯子 但是其实我们描述 出来的是三只杯子 那么我就要把 我看见的这个杯子 说清楚 让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 经过那样一个历史时期 在那个历史时期里面 成长的人 对这个杯子的描述 可能说 好像很客观 其实你每一句描述 都是主观的 都打上你 和你这个时代的一个烙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说 我想写出再代人 想把再代人 作为一个个案 放大来 强调一下 再代人身上 展现出来的一个特征 也通过这样一代人的特征 跟这样一个时代 跟中国这个特殊的一个时代 之间能够产生某种张力 让大家通过了解这一代人 了解这个世界 先说这点吧 好的 谢谢教授 自由提问环节 那么请各位听众 OK好 您先来 这个问题 我是那个 是给徐孝友的 那个 就是问一下你 因为在海外 没有看你的这本书 但是呢 相关的评论 和一些节目 给我看了一下 就想觉得 确实你是有位 70年代 这个 有这个说法 代表性 或者代言的 因为我不是做文学的 但是我是 对代表性 有点研究吧 那么来讲的话 你是看到了其变 尤其中国这个大的变化 然后你又是70年代 来感受到这个变 但同时它还有不变 对不对 你要承认来讲的话 就是说上一场来讲的话 他们说 你这个代计划分 也可以不划 就是你还知道你是中国 就说明它既有同的 又有不同的 而且是 只有知道了意 才知道它的同 所以你是先知道意 再知道它的同 是更深刻的一种同 但是你怎么来认识这个同的呢 还不是怎么来认识中国人 谢谢 首先代言这个 肯定我没有那个意思 每个人都没有资格为别人代言 代表性来讲还是要 我只是提供我个人对这一代人的想法 以及这一代人如何看世界 他和世界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看法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非常 真实 也非常卑微的一个想法 没有代言的意思 我只是想提供我个人的看法 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个体对世界的看法 否则 如果说我说出了一大批人的话 也就是说很多人都能说出的话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只说出我能说出来 或者我说出来你说出来的那样的话 我才有存在的可能性 那么里面肯定有一个同和异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是同 什么是异 我举个例子 异我刚才肯定说了很多很多 我只说同一个人 昨天在那个战场的时候有个活动 我说这个小说里面写到 小说里面有个主人公叫易长安 易长安因为从小特别不喜欢他的父亲 所有的事都跟他父亲对着干 然后父亲就让他上东 他就往西 就整个全反着干 他就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反抗 来实现他对父亲的一个态度 他长得特别像他妈 一点不像他爸 所以有一天 大成年了 三十多岁快四十的人了 有一天在洗脸的时候 在冠警师洗脸的时候 洗完了 他要离开这冠警师 眼睛一扫 发现镜子里面这个人 他的表情 突然他在自己的脸上 看见了父亲的表情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 你可能长得像一个父亲 或者像一个母亲 但是你可能会发现 有一天你在你自己的脸上 发现了 长得你长得不像了你的父亲 或者你母亲的表情 因为这样的一个细节 一长就在想 我这么多年刻意的反对父亲 刻意的跟父亲对着干 他突然发现 这种刻意其实也是一种魔法 前生书说 有一种正方向的魔法 别人向东你也不能向东 这是一种魔法 别人向东你刻意向西 其实是一个反方向的魔法 也就是说 你的骨子里还有一些父辈的东西 固然这种 父亲的表情是一个某种遗传的因素 在起座里 但还有一些 除了遗传之外 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些东西 那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就是相同的那部分 比如说我在有孩子之前 我父亲的很多的观点 我特别的不认同 但有了孩子以后 我发现 我爸说的有些话还是对的 那么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就说有些东西 它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当你在你自己的脸上 看见了父亲的表情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就是 我们看见了文学里面的那个分子 感谢您 感谢您们来参加我们的人们学会的活动 昨天我看到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 采访了一个获得Tony Award 就是Tony奖的一位作家 他的作品被台搬上一幕 他成为剧作家 然后一个采访他的人就说 他说看到你的角色和人物们活过来 你是什么感受 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说他们是什么时候死的 他一直觉得这些人物都是 其实是一种形式存在 在于作家的这个生活 还是境界或境界之外 我想请问各位作家 你们的人物是 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于 您的生活中 您们的生活中的 谢谢 小国家 你还是看着人物 哦 就是就是每个人 每别作家怎么样 我不知道就是 我 我写的人物 我特别愿意把人物放在一个进退维谷的那个环境里边去写 折磨的形式 当然我本人也处于进退维谷的这个环境里边 我总是在比如说写了不同的人 但这个人身上肯定有我的影子 肯定有我的影子 哪怕写战争年代的一个人 哪怕写一个女人 他身上也会有我的影子 我们知道中国作家现在写的 人物变得特别的困难 中国人家比美国人要困难 比美国作家现在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45岁左右的中国人 每个45岁左右的中国人 他身上有几种经验 你举一下 比如说 他有计划经济史来的经验 他有实战经济史来的经验 他有全球化时代的经验 他还有2000年的纪念 传统纪念 那么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 在从源到人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从来没有过一种情况 就是他这种经验 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凝聚在一个人身上 那么这种现象只在中国出现 也就是说 所有的文学 包括希腊文学 所有的文学 包括美国文学 欧美文学 所有的文学 从来没有给一个中国作家 做出一个模板 任何文学都没有给中国作家提供一个范例 中国作家所要处理的经验 我认为超越人类的智慧 我认为超越人类的智力 超越人类的智力 那么 这个时候 作家会感受非常非常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然后作品的人物 他身处这个世界 他也会感到很困难很困难很困难 或者像陈老师那样感到很困难 或者像陈老师那样感到很美 这个就这样 你自己和得到各方面质疑的过程中 有没有保持或者修正自己的信仰 您的问题是有没有过质疑是吗 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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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徐老师他们在做报告的时候 然后我跟曹老师去旁边教堂待了一会儿 教堂待了一会儿 教堂待了一会儿 中国人的这个跟宗教态度跟欧美的不一样 不一样 首先中国人在宗教领域里边 在信仰领域中国人负疑一夫妥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可以信仰这个教 我也可以信仰那个教 各种宗教同时可以信仰 在中国人的 他一夫妥妻似的 我甚至可以信仰一棵树 我可以同时信仰佛教 天主教 更两个教 我可以同时信仰我的这个四条领域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比如说 中国人还有这上帝 中国人跟宗教的跟一个更大的一个群体 是这样一种关系 是这样一种关系 他是通过 怎么完成呢 他是通过 刚才泽生讲到一个跟父亲的关系 就是 我 信我信仰 我尊重 我父亲 我父亲是我爷爷 中国人跟一个信仰的关系 是通过祖宗关系传来的 祖宗 中国人的信仰的关系 不是我和上帝的关系 不是我和上帝的关系 不是一对一 的关系 而是通过 通过跟祖宗 跟传统的关系 最后和一个更大的一个精神里面的东西 然后发布联系 然后发布联系 所以中国在我们去拜佛 拜干了之后 然后中国不会 就是只有在磕头的那个撒纳 然后他会说两句话说两句话 但他不存在的像上帝 倾诉 不倾诉 没有倾诉的关系 因为他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他必须通过父亲 祖宗 然后爷爷 这个关系 然后跟老天爷之间 这些联系 所以这个老天爷 不是我跟老天爷的关系 而是我这个家族 我这个种族 跟老天爷的关系 这是两者之间的 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然后 当他之间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 就是自我怀疑的时候 这个很少 比如我刚才讲 中国人他的信仰领域是一幅多的 所以中国的宗教 它是一个实用主义宗教 非常实用主义宗教 这个 我是上山拜佛 我肯定是要求了好处 我求了好处 我才会上海拜佛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菩萨 都 我们的这个 迷着佛外头 大肚皮一样 要洗肚 都是日本人的 买脸喜悦 接受给人们的供奉 而这个我们的耶稣 是在人群当中 是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手难 他的手难 在这间差的很大 差的很大 那如果这个信仰指的是 对于这个词语 主题 还有这个语言风格的一种选择 对这种 这个 更加是学老师说的 那种认同分子 那种认同的这种信仰的话 那就是 那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会不会遇到一个 就是 对于这种选择 自己这种选择 的一种距离 那这是哪里的理性 有问题 我先听他说了 是吧 你以前 就 如果您对于这个 语言风格的认同 对于 这个 就是 刚才徐老师说的 一个分子 就是一个 普世的一个 审美的这种认同 那 可能您在这个认同 的这个 在这个信仰的 这个过程 就是在您 风格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 过程中 您有就是 质疑过自己的 这种 选择吗 我怎么还 其实 我有点 听懂你了 那你 我没听懂 其实 你 你这里 谈到